选择无处不在 但决定你命运的只有关键的几个 我是周磊 接下来我就带你解开选择专业的谜团 从2014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 目前已经有14个省市启动了高考改革 它们分别是以下这些 全国除了香港澳门 一共有32个省级行政单位 也就是说目前除了这14个省份 其他18个省份还在实施传统的一刀切 文理分科以及院校加专业的志愿填报模式 那么其中甘肃、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贵州、广西 将在2024年实施新的高考政策 我们说高考是人生的第一大考 这个话一点也不会过 它是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 同时也是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人生节点 但是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 因为对于高考招生政策理解有误 导致志愿填报失误 最后高分落榜的唏嘘故事 那面对高考学生们要认真复习考取高分 家长呢不仅要全力支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不容忽视 那就是认真了解高考招生的录取政策 不然一切努力都会打水漂 出现令人惋惜的结局 那么接下来 我将分别从高考改革的模式 以及志愿填报的技巧两个方面 为大家详细介绍 高考模式改革总共有两大内容组成 第一是选考科目的改革 第二是志愿填报模式的改革 首先来看选考科目的改革 目前有两种形式 分别是三加一加二的模式 和三加三的模式 三加一加二模式 是最新一轮改革中的考试科目的模式 它就是三门必考加一门首选 再加两门再选 目前在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 它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 三的具体含义 就是所有考生都要考语数外三科 那一是指考生要在物理和历史两门中选择一门 作为首选科目 而二就是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和生物四门中选两门科目 作为再选科目 那各科目的总分是750分 其中再选科目的分数不是直接取卷面分 而是采用了再选科目等级复分 就是用卷面分和考生排名数据 经过公式运算得出分数 那么简单来说 排名越前 最终的分数就会越高 不同院校对于自己开设的专业 都会有相应的科目选择要求 比如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专业要求考生首选物理或者是历史 再选是生物或者是化学 关于每一类专业的科目要求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涉及到具体专业时 会为大家做介绍 第二种模式就是三加三模式 三加三考试模式是三门必考加三门选考 也就是与数外三科是必考 再从正史、地、物化生这六个科目中 自主选择三科 目前选择三加三的省份有六个 分别是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海南 其中有点特殊的省份是浙江和上海 浙江省的选考科目中还包含有技术 也就是有七个选考科目 而上海高考的总成绩是660分 那其他省市的高考总成绩都是750分 如果想提前了解 你可以搜索某某省的普通高校 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的要求 查看最新的文件 选考科目要求的不同 直接影响到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的开展 与选考科目改革相呼应 目前实施新高考的省份 有两种志愿填报的模式 分别是院校专业组模式 和专业加学校的模式 那这两种志愿填报的模式 和之前实施的学校加专业的志愿填报模式 都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院校专业组模式 那院校专业组模式 目前在福建、江苏、广东、湖南、湖北实施 院校专专业组是指某一个高校 对选考科目相同的专业进行组合 那选考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 往往是具有相似性的同类学科 一所学校可以设置一个或者是多个院校专业组 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 以院校专业组为单位进行投档录取 以下是一个图例 我们举例说明一下这种志愿填报的方式 A大学专业组一 他选考科目要求是首选物理 再选科目不限 他包含的专业有通信工程等若干专业 而A大学的专业组二 选考科目要求首选是物理 再选是化学或者是生物 包含有临床医学等若干专业 那假如你是选考物理和生物 那么你就同时符合这两个专业组的选考要求了 那两个专业组内的专业你就都可以填报了 那考生就可以填报多个专业组 而且在每个专业组内也可以去填报多个具体想读的专业 那每个专业组内还有一个叫服从调剂的选项 我们还拿刚才的这个例子来举例说明 假如你想报考A大学的通信工程和临床医学这两个专业 那么你就应该填报A大学专业组一和A大学专业组二两个院校专业组支援 并且在这两个院校专业组中填报通信工程临床医学专业支援 那专业组加专业就构成了一个支援 以院校专业组作为单位投导录取 就体现在如果你的成绩比报考专业组一中的通信工程专业的其他考生要低 那这个专业招生已经满员的时候 你又勾选了专业组内的服从调剂的选项 那么在调剂时只会在专业组一内的专业进行调剂 比如调剂到同一组内的其他有剩余名额的专业 像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这个模式和单纯的平行支援模式没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不能被佐田的专业录取 并且勾选了服从调剂 那么就会被调剂到该专业组的其他的专业 不会被调剂到知识相差过大的专业 比如原来爆了计算机最后被调剂到历史 那这个模式的好处就是兼顾了兴趣选择和院校选择 那么第二种模式就是专业加学校的模式 专业加学校的模式目前在浙江、山东、辽宁、重庆和河北实施 它是以一个专业加学校为一个志愿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 那么浙江可以填报80个 山东、河北、重庆都是96个志愿 辽宁可以填报112个志愿 那么投档的时候 它会直接投档到某个院校某专业 通过与原来的模式对比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模式 在原来的模式下 如果你要同时报考A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这三个专业 那你只需要填报在A大学的一个单位下 而新模式下 你就需要填报数学加A大学、物理加A大学、化学加A大学三个志愿 同时专业加学校取消了专业调剂 那考生不必担心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 也不存在因为不服从专业调剂而被退党的问题 这个模式有什么好处呢 对考生来说 专业加院校的志愿填报模式 体现了新高考以专业为导向的改革方向 那比如你就想当律师 那专业加学校的志愿填报方式 可以直接填报法学加某某某学校 那浙江可以填80个 山东可以填96个 辽宁可以填112个 最后你总能被某一个院校的法学系语去 专业加学校的志愿填报方式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够通过往年录取分数线 看出一选院校中 什么是好专业 什么是差专业 各专业分数线 基本和它的真实价值是相同的 因为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一个专业选的人多 分数高 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 那么在旧高考时代 它一般是院校加专业作为头党当员 都采用了平行志愿的投党方式 这是指考生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 可以在指定的批词 同时填报若干个平行志愿 那么在录取的时候 会按照分数优先 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投党 也就是分数高的学生先投党 比如王同学和李同学都填报了ABC三个志愿 那王同学的分比李同学要高 那么王同学就优先投党 投党是先看他的成绩是否能够被B志愿录取 如果不够再看B志愿依此类推 直到检索到王同学的分数能够符合的职业 那等王同学被录取了以后 再去看李同学那依此类推 所以在这种投党方式下 你最想去的院校一定要写在最前面 那档案一旦投出就不再检索其他志愿了 那相比之下 之前的顺序志愿的投党原则是 志愿优先从高分到低分 也就是先到先得高低排斥 比如说一旦一个考生将某个高校放在第二志愿 如果该校第一志愿已经招满了 且不预料招收第二志愿的名额 那么即便你的分再高 你的档案也不会投向该学校 这也就是以前很多高分学生 因为填报名校实物 沦为读二本甚至专科的原因 那目前顺序志愿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总结来说 目前实施新高考的省份 考试科目和志愿填报的模式 它有如下的规律 具体请看这张表格 2024年进行下一轮高考改革的省份 请看这张表格 那么吉林已经确认实施3加1加2 但是具体的志愿填报模式还没有公布 陕西是预计2022年启动改革 2025年实施3加1加2 但是目前也没有公布正式的文件 那其余的省份目前没有改革的启动计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